歡迎收看香港野果第29集 今集介紹的野果是台灣榕 天鮮果 桑科榕樹熟 根莖葉果和花 冠木 樹葉是單葉護身 果質質 枝葉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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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是引頭花 和所有的榕樹都一樣 馬里形或近球形 熟的時候是紫紅色 花旗是四至七月 然後是果實 果實是一種瘦果 外皮是綠色 即是未熟的時候 外皮綠色有八斑 熟了之後會變成紫黑色 這幾粒都熟了 這裡兩粒 綠色這粒還未熟 很迷你 上面有些白色的斑點 當榨果實下來 會有些白色的執液流出來 這裡有些白色的執液 大部分榕樹都是這樣的 果實是分工和那 所以大家可以分別 台灣榕的時候 找他的資料 找到也不像 但他的樹葉 是多變的 可以有不同的形狀 除了樹葉之外 果實也分工和那 那個 是很長的 那是工 那是蠻的果實 那是蠻的 那就是蠻的 那是蠻的 那是蠻的 那這堆 都是蠻的果實 那是蠻的 那這粒 那是蠻的 那這粒 那是蠻的 那是蠻的 那有些蠻的 那是蠻的 果實是尖尖的 像狐腦一樣,最後生成狐腦的形狀 這幾顆熟了的果實是紫黑色 果期是2至5月 這幾顆的黑色我都沒有剪掉 切開它看看 跟所有的熔果一樣,最好切開看看 裡面是沒有蜜蜂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花 裡面是它的花 忍頭花在 我試一試味 果肉是黃色的 跟大部分的熔果一樣 嘗嘗跟其他熔果有沒有什麼分別 它的味道 很好吃 基本上是吃過這麼多隻熔果裡面 這隻是最好吃的 嗯 第一就是它夠甜 那就... 基本上有甜味呢 已經屌打了... 已經完成其他的熔果了 ,可以尾骨 剝青皮 不太傷心,還是吃一顆顆 才加上一顆 尾骨 但它的花也是吃 可覺得是奇怪的口感 嘔... Double1 전� Breein應 像吃的兌葉蓉一樣,因為兌葉蓉很大粒,我可以剝完皮 只吃果肉都可以 不吃它裡面的花 再試多一粒 很好吃 甜甜的,但我又不懂試什麼水果,我又說不出 再吃一粒 很好吃 是有少少像藍莓的味道 有少少藍莓的味道 但藍莓裡面沒有那麼多花 有少少藍莓的花 硬的花 好吃 今集介紹這個天鮮果 或者台灣芋 就講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讚和分享 謝謝